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这个大盘反弹 中场收盘的加权股价值数 涨了399点 算400点 这个反弹 其实对大多数投资而言 是无感的 是无感的 因为今天有很多股票 虽然涨上来 可是投资人 成本还没有回来 这个反弹 早就在预期之中了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 这波大白虫 一万八千点 一路回挡 跌了1600多点下来的时候 我只跟各位讲一点 我说你趁反弹 赶快调整你的部位 今天这个大盘 我们看起来上涨加速 涨停板的加速 上市柜加了大概40档 大概40档 那 你可以看一下 上市里面涨停板的 你可以看到什么 都是一些 第一个 跌深的航运股 跌深的航运股 居多 那上跪的部分 有些涨停板的股票 都是跌深的 其实我们跟各位讲 这个盘 不怕它反弹 怕的是反弹 你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反弹涨了400点 它的压力 17000点 这个我可以直接跟各位讲 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这张图 这个观念 其实我说 我不是死空头的老师 我也不是死多头的老师 我看到什么现象 跟各位讲 我过去这20年当中 我见过太多例子 那个2000年 网络泡沫化的时候 从10393 跌到3411点 很多人 我认识的很多人 在这段行情里面 发誓再也不做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避开 这段的下跌 后来从3411涨到9859 历经了很多的历多 然后雷曼兄弟下跌 你看每一次的下跌 后来是不是都有创新高 所以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我说我预估18034 未来我预估它会跌接近20% 理由很简单 我现在再讲一次 Delta变种病毒 它对全球的冲击 可能还没有来到最高点 可是你们看到了很多产业面上的利多 现在都已经在财报上看到了 第二个 支撑全球股市 这个十年的大荣景 就是从3955 雷曼兄弟之后 金融海啸 从9859跌到3955 后来美国实施 巨额的量化开松 全球也是一样 日本 欧洲 美国更不用讲 那甚至零利率 对不对 那这个零利率政策 行之有年 到了七年之后 美国宣布调升一码 结果 这个动作从 大盘加权股价指数 10014 跌到7203 跌了28% 跌了28%之后 从7203涨到1197 在因为新冠病毒 到823 然后才到18034 所以我简单告诉大家 这一次一个回档修正 不是说我全力看空 而是什么 而是它本来就是要修正 它本来就是要修正 你如果不避开这个 20%的跌幅 未来它再涨回20% 甚至30% 我跟各位讲 你一样没有办法参与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要你们避开 这15到20%的下跌 你才能赏兽 跌完20%之后 上涨两层到三层的 一个上涨空间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记得 那涨上去很好 很棒 弹上去 你的空间才大 高档放空下来 那个空间才大 今天大盘大涨 台积电很强 来 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 这个电脑稍等一下 台积电今天大涨 盘中大涨17块钱 可是它再涨 今天再怎么涨 指数涨了400点 盘中最多涨了多少 盘中最多涨了443点 台积电涨14块钱 它就是没有办法 站稳570块钱 570就是这里 我跟各位讲 就是这个位置 那它站不上去 其实不完全是筹码的问题 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我当然知道台积电好 可是为什么台积电 从今年1月 2月3月4月5月6月7月 一直到台股创造18034 台积电都是呈现一个怎么样 不涨 然后最多就是横盘 为什么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 台积电好不好 那你外资三次大卖 外资三次大卖 外资最后一次大卖 大概是在这里 当它跌破在这里的时候 我知道台积电在这里 当它的结构 还没有改变之前 台股一跌难涨 那上个星期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现在再讲一次 那我为什么在这里看空 我也告诉大家 7月28日的时候 我说周KD正式死亡交叉 过去每一次 周KD死亡交叉 它都是怎么样 大幅度修正 或是盘整 很久一段时间 7月28日的时候 那上个星期我也讲了 我说 这个波段 大盘跌了1500 1600点了 它一定会有反弹 而且我在上个礼拜 我直接告诉大家 我说两到三天之内 你一定看得到 短线的低点位置 礼拜五大盘还是在沙坡低 大盘还是在沙坡低 礼拜五 还是沙坡低 对不对 那我就讲 会见到短线低一点 两到三天 那下周周线 可望结束 二连黑 但是 不会拒 攻击性 这个我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想想看 那我当然是等反弹上来之后 带你去做 做怎么样 太弱换墙 太弱换墙 只不过我是向下操作 那你手中有很多弱势的股票 今天反弹上来 你自己该怎么走 这一点你必须要非常清楚 来 7月28日在这里 当天周KD正式死亡交叉 有没有 你把它对上去 大概在这个地方 那我讲过 很简单一点 我说 我不是死多头 我更不是死空头 我不会叫你说怎么样 我看空 地板也叫你空 地下室也叫你空 B1 B2 B3 B4 我都叫你空 不是 我会带你反弹上去之后 针对筹码面不好的股票 我们进行放空操作 那我一直强调一点 多跟空 它不是一个方向 它是一个策略 就像我说的 我认为18034建高点之后 未来我认为会回档修正 一层五到两层 我这两层空间 我一定要带你避开 甚至带你反手放空赚钱 为什么 我在高档反手放空 我赚的比较多 我赚的比较快 你100块钱 你放空 跌一个停板 是10块钱 跌到90块钱 你赚10块钱 一个停板 你90块钱下去做多 一个涨停板 赚9块钱 一来一回 你做空赚10块 做多赚9块 所以你策略对 你做空事实上来讲 赚的比放空 比做多还要快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上礼拜跟各位讲 我就等着这个 8523以来 周线从来没有三连黑 8523在这里 对不对 上礼拜跟各位讲的 有没有 周KD死亡交叉之后 对不对 有没有 整理多久 是不是 那这一次 周KD死亡交叉 哇 这个 本土疫情 是不是 后来上去 那你要记得这一点 它虽然是8523以来 周线未成三连黑 可是导播帮我拉近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一点 真正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看到没有 它的二连黑 出现的频率 比以前要快很多 这一次是 本土疫情 5月份的疫情爆发 有没有 5月那时候跌下来 两根大黑黑 之后就上去 可是你这次你看 没有任何利空 先给你两个黑K 然后反弹一周 又给你连续两个 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没有三连黑 可是整个结构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要把握 这个礼拜反弹 你真的要做好准备 那很简单嘛 有没有看见 对不对 今天周一这个反弹 我跟各位讲 短线上周的黑K 就是高点了 就是压力了 1万6983点了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开盘这个地方 1万7 应该不至于到1万7501啦 我跟你讲啦 上周的高点就是一个很重的压力了 1万6983点了 我抓整数就是1万7啦 你再看一次 来导播 给大家看 上周高点 16983 16983 我跟你讲 短线压力就是1万7 就是1万7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我不是死空头 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礼拜会有反弹 有没有 我上个礼拜就讲过嘛 我这个礼拜会有反弹嘛 因为从8523以来 周线从来不成三连黑 那我一定等你反弹上去 我再出手去空 这样子我很轻轻松松的 所以我说 我不是死空头 我也不是死多头 多头将力保本周指稳啊 不然就直接往年线灌下去了 年线在多少 年线在多少 你们自己看 插了一大段 年线在这里 一万五千五百点 你看见没有 年线在这里 如果这个礼拜不守 这个盘就直接就像年线 下去靠拢了啦 你不要 你就这回到这里来 你也不会回到这里来啦 这边是五月份本土疫情 15159啦 当然你不可能直接就来回撤 这个不会啦 但你年线呢 还有多少点 今天拉萨今天收来 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一点 一万六千七 我们就抓个整数 一万六千七百五十点 跟一万五千五百点 差了多少 一千两百点 你说会不会来 那我问各位 如果来了怎么办 你现在不做准备 万一来了你怎么办 所以我说我是反弹后放空 反弹后上去赚的快 我一百块钱放空 我一个停板赚十块钱 如果反弹了两百块呢 两百块我再放空 我一个停板是二十块钱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弹得越高 我空得越快 我赚得越快 所以我讲 对不对 在这里 策略就怎么样 拉起来做空 反手做空一样赚得很快 你要避开下跌 我不会逆势操作了 各位 多跟空 不过是一个策略而已 它就是一个策略而已 你不要想那么多 它代表一个先买后卖 跟先卖后买而已 我做多的时候 我问各位 我一百三十八块钱 讲蓬城的时候 谁在讲蓬城 没有人在讲蓬城 我说我看到的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周线 这是周线 这是周线整理完成 你懂我意思吗 我甚至跟各位讲 我说股票就是这样 当你周线一个大的急速整理完成 当它突破之后 在这里 这是一三八点五 你不要看这样子 你说老师你为什么不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你不确认 你不确认 真正这个周线 你回过头来看看 一三八点五 你从周线看 它刚刚突破 你从日线看 它这个地方起涨 一口气涨了快一倍 你有没有看见 一三八涨到二六五 这涨多少 一百二十七点五元 我做多比任何人都还要来得多 我这个月薪 钢铁股的月薪 你们这半年做钢铁股 我跟各位讲 你没有一个台面上没有一个老师赚的比我多 我白纸黑字我一档夜薪 我一档夜薪23.2进 34块多出掉 白纸黑字在这里 23.2 34块6毛5当天 8月4号那天 8月4号的夜薪波段获利目标 五成初步达到 全数获利卖出 我才是真正大多头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你们要来跟着我反弹 去做向下操作 可是各位 现在问题是 你们手中股票怎么办 我实在是很担心 很多老师 上个礼拜停损了停损 对不对 礼拜四 礼拜五才在放空 我说不怕死多头 就怕假空头 死多头是什么 死多头是什么 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就赚 探几下归 行情修正下来的时候呢 一直买 旧的赔完 买新的 旧的停损 买新的 旧的停损 买新的 旧的停损买新的 一直在停损赔到手软 结果行情下来 本来赚 赚一点点 结果输呢 探几下归 了几下归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利用这个大盘 今天反弹上来 本周 我们讲 本周的周K线 应该是有机会收红 可是它反弹上去之后 越来越靠近了 一万七千点的一个整数反压之后呢 你自己思考看看 你还是跟你们老师一样 死多头乱追吗 那你们老师 假空头 上礼拜四礼拜五 跌了死去回来 跌一千六百点了 停损了 多单停损了 告诉你说 行情很烂 行情很差 赶快跟他反手放空 结果呢 多单赔完 空单今天又被嘎 是不是 是我跟各位讲 股票不要报上报下 丁老师代金一定代出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 好 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预创空单已经大获全胜 什么大获全胜 我放在口袋里面了 你跟着我做 才没有几天 二十张十五万 五十张三十八万 我们已经放空 大获全胜 放在口袋里面了 这个亚信 很多人套牢到这个地方 手上持股还是抱着 你这边追了 你这边追了 你到这里来 我请问各位 你股票抱上又抱下 有意义吗 你来做一个空单的策略 你赚钱赚得很快 对不对 长荣 今天大涨 很多投资人这个地方买了 现在还在等解套 我说这个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什么 这边买 这边卖 卖掉之后去追 追电子 追完电子 在这里又停损 停损呢 今天又拉涨停 你有没有发现 你做错了 你做对赚很快 你做错是两边都赔钱 安国 七月营收衰退 筹码凌乱 你有没有做动作 我刚才跟各位讲 蓬城 我做多的时候 138 涨到260几 我告诉你 我做空一样很凶悍 四驾放空蓬城 你看到吗 9点07分 9点07 四驾放空蓬城 空到这里 204.5 空完当天大跌 蓬城空单 获利回补 上礼拜三 204.5到189 189回补 20张30万 短短两天 蓬城 20张30万 20张30万 20张补完就上去了 一拳 放空的目的是什么 是来赚钱的 是来赚钱的 你跟着我来赚钱 放空赚得快 9点06分 一拳空单 获利回补 那天有没有 大盘从跌200点 到涨100多点 来回差400点 那天 我找盘带客户 9点06分 在这里回补 9点06分 大盘从跌200多 到涨快200点 差了400点 我在这里获利回补 所以利用反弹 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大盘 我已经预告 它会反弹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预告 我们即将要进场 去大赚的时候了 好不好 预创 蓬城 一拳 空单都已经大胜了 所以你现在跟着我做的 都是全新的空单 有一些筹码凌乱的 向下还有一大段的 比如说像这个 筹码凌乱 向下还有一大段的 从这里 得到这里来 会赚很多 好不好 但你做这种股票 任何的问题 欢迎跟我们 向下至于做联络